安~~ 囉嗦 親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9點歡迎 要是我們隨便要隨便打環節了喔 那今天的話呢好不好 今天所有主題都是我們半夜的這個期間的這個... 嘗試啦喔 因為今天的話 這邊是從這個墾丁回來嘛 然後回來基本上已經半夜的時候了喔 但是還是要出影片給大家 所以這邊的話還是半夜來錄一下影片喔 那今天我們這個冒戰的半夜實測 當然是要來看一下運氣是如何啦 所以這邊的話11張金券 不然我們來看一下這邊28張 看一下這個銀券能不能拿到更多的金券喔 我們今天就來抽一下那個 搞怪貓貓來看一下 半夜運勢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搞不好單抽直接出奇蹟好不好 其實基本上大家有沒有一些選取 有沒有跟半夜的這個時間有關 比如說你們是 通常都會在幾點的時候來抽我們這個貓貓啊 然後感覺有沒有就是比較好運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以前的我啊 我都是直接就是 欸 直接罐頭啊 或是怎麼樣直接給他抽下去 也沒在管他就是什麼時候抽會有一些弦血 我就直接就是 嗯 抽不到我就 罐頭弦血喔 你抽不到 欸 抽不到怎麼辦 就是有更多罐頭你鐵釘一定是可以抽到 好不好 所以就是大概用這個方法喔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來嘗試看看 如果我們這邊半夜的這個時候啊 會不會比較好運一點點 總共是我們的 14張的這個金券 喔 剛好來抽一下這個 完美新娘喔 因為完美新娘這次有這個婚殺藝人貓 我還算是 蠻想要試試看的 因為這隻的話跟我們就是一般的藝人貓啊 還算是 蠻搭的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 降低 喔 不是 降低嗎 我不知道這隻有沒有欸 就是反正都是能夠就是全體暫停的喔 這邊好像沒有降低了喔 但是我們原本的那個藝人白骨貓是有的喔 好 那我們就直接 半夜時段給牠走起喔 我記得聽說之前 好像有人說是25分或是整點的時候抽 好像會比較好運吧 你們有沒有自己的這個抽貓貓時間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囉 來 各位 半夜運勢7月22號貓貓日 有沒有機會單抽出奇 哇靠 蛤 欸 欸 好像有 有有有料喔 各位我 我直接抽到一隻我沒有的角色 而且一抽都直接亮晶晶欸 我覺得我已經賺了欸 各位 好像 還蠻不錯的 欸現在是甚麼 你知道現在時段是甚麼嗎 今天是凌晨的7月22號的4點22分 剛好是22 好不好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在貓咪日的時候 凌晨4點22分 來開轉 搞不好就中到剛剛那個了 好不好 哇 剛剛 踢到一下線 噢 GG 這邊是壽司貓 果然還是要兩隻的這個超級棒棒的話 還是有點困難的啦 但是我們這邊 其實14張 我覺得剛剛那樣已經算賺了 而且還抽到一隻我沒有的角色 太high了吧 哈哈哈 半夜運勢 看得不錯喔各位 第三隻生女貓 沒問題 第四隻走起 會不會再亮個晶晶 剛剛直接噴那個晶光真的是讓我嚇到欸 這是湖東女神 看起來超像超級貓貓的一隻喔 再來下面位 來啦 有沒有機會再亮個晶晶 這邊的話呢是我們的肉骨獸 如果說我記得我好像已經滿了喔 再來 半夜出奇蹟嗎 真的還滿爽的欸 中了第一隻就直接中到超級貓貓了 應該那一隻抽完之後就不要再抽了對不對 搞不好運勢就已經被吸走了 但沒關係 我相信 半夜的這個威力啊 現在雖然已經過了那個22分了 但是我相信這個 運氣搞不好還存在 十字章 啊 搞不好 七抽八抽又出一個奇蹟了 欸他不一定一定是亮那個晶光 才會是那個超級貓貓啦 所以那個亮晶光是百分之百 就會讓你知道那一定是超級貓貓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超級貓貓就會亮晶光喔 麥卡莉沒問題 其實我之前的話 最近抽運好像算是還滿糟的啦 因為 我最近都是用這個單抽嘛 我也沒太多罐頭了 但是 今天的話真的是好運 好運還沒 好運還沒跑啊各位 可能是這幾天在墾丁玩的時候太少開貓戰了 貓戰覺得 唉呦哲平 是不是要離開我們了 趕快給他一隻貓貓 再讓他開開心心一下喔 好這邊的話 美魔貓 看起來好像就沒了喔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說算是滿賺的 而且那個周遊列國的那個雜耍團啊 我是沒有的 所以 這個還算是歪到了一個我沒有要 呃不是我不是我沒有要的 我沒有的 是我沒有要的 不能把心裡話說出來笑死 然後魔女貓一樣喔 好那這一次基本上的話 我們原本是要抽婚殺藝能貓喔 但是還沒有 不過剩下最後的幾天的話 應該還是有這個超級貓貓必中 到時候我們再來拚拚看喔 那大家如果已經有拿到我們這個婚殺藝能貓的話 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到底好不好用喔喔 好這邊全部給他換NP 到時候就可以生一下我們那個 阿基拉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周遊列國的那隻貓貓 看一下他的這個介紹 因為我自己之前是 沒有沒有拿到他 那這樣的話我的那個什麼啊 我的這個好像就 沒有畢業了是不是 我忘記了 古代兵團是不是我們還有那個 誰啊 還有那個就是 還有傳說稀友沒有抽到對不對 來了 尋回各國展露超高水準表演的這個雜耍團體喔 各種意想不到的這個演出 擄獲了許多人的這個心 有超生命體特效 能讓黑色核不死動物動作變慢還可以詛咒 他是可以詛咒的耶 而且這邊還有這個 超生命體特效 這個還算是 蠻不錯的 又是一隻詛咒角啦各位 到時候可以跟我們就是那個 黑鎧搭配 而且還讓黑色敵人跟不死都會那個 都有這個效果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的 這是我們的 要將全世界的牛通通抓走了恐怖非鐵兵器 目擊正式要將這些牛進行解剖和研究 有超生命體特效 能讓黑色核這個不死生物動作變慢還可詛咒這樣子喔 但他 有啦 有這個終結不死的這個效果 而且毒擊傷害也是無效喔 然後全範圍攻擊跟 範圍攻擊超生命體 這個有機會的話我們再讓大家看一下這隻角色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今天這個半夜嘗試結果 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 至少好像 有感覺到就是 這個運勢好像有比較好那麼一咪咪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 自己的這個專屬的這個抽貓貓時間啦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讓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想要碰點運氣的朋友們 可以有一點好運氣喔 好這邊先來把我們這邊的這個貓貓熱小蛋糕打完 但我覺得最標準的東西就是啦 那個 超級必中的時候還是用罐頭 如果沒有超級必中的話 就用金券來抽 其實金券也不會說 很難去取 就是一直打我們一些關卡都可以拿到 罐頭你看 我一直不抽一直不抽一直不抽 你看我現在已經累積到了4924 所以其實貓蛋他本身還是送的頂多的喔 還是送的頂多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就是 啊拿不到什麼東西 你只要忍住不抽都有機會好不好 其實大家就會說 哲平的貓貓那麼多 一半是靠那個課金 可是我每一次課金我都是 有在超級的這個必中的時候抽啦 要不然真的平常在抽的時候真的 就是比較有點沒有那個保守率 就是沒有那個機率 那除了那個什麼 就像我那個什麼 我有幾隻是比較難抽的 像有一些我是那個 破壞者系列的時候去抽的 那基本上他要2000多罐罐才可以把 一隻的那個裡面的那個系列超級帶走 但是他還是有機會可以抽到就是那個 飛雷啊 或是我們的那個 貓飯全派配跟我們的風准一的喔 不過其實我好像也不是 每一隻都是那個地方抽的 我很多基本上都是那個什麼 都是我們的白金券啦 白金券拿到了 所以我就說 每那個月中跟月初的那個白金券的那個碎片 一定要拿喔 拿到絕對是你賺到 那個 只要有一張都可以賭 而且連藍眼睛都可以賭 藍眼睛真的可預而不可求喔 但是拿到是真的爽歪歪 因為真的很強 好不好 但貓戰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不一定拿到他 你就可以無敵到一個底 好不好你還是要 思考一些好的打法 像我有一些關卡基本上 不用了那個 藍眼睛我還是沒有打贏啦 超白癡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的話 還是得看一下就是大家的那個 使用啦 就是 厲害的人基本上也不用用超級貓貓就可以過 其實用一些 基本貓貓或是稀有貓貓就可以過了 只是你 抽到超級貓貓或是一些東西的話 你還是會 比較開心一點點喔 然後你過了也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但貓戰最好玩的就是 他不會有這種就是 越後面出的角色他可以 屌打一大堆東西的這種感覺 沒有 你反而是 有一些 以前就 以前就存在的一些角色 都還是可以把你 通關到 後面 也就是貓戰 就是有趣的地方喔 比較不會就是 每個版本一根心啊 然後就一定要把那幾隻角色抽出來 不然你就沒得玩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 貓咪大戰爭喔 反而是 你如果沒有一些就是基礎的研究 或是沒有把一些前面的東西 練好的話 你後面 你還是打不贏啦 就算你有一些很強烈的某某你還是打不贏 像哲平基本上最近啊 就是我們就是不是有 覺得就是這個 我們那個誰啊 肥捕他們好像變弱了 那其實好像聽說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等級有提高啦 等級提高再加上我們一些能力也所提高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會 比較簡單的獲勝這樣 所以基本上 很多人就是當初玩遊戲就是刷手抽 但是我跟你講貓戰我原本也是刷手抽 但是我抓到第一隻超級貓貓 我的雷電雞龍 我就不想再刷下去了 我覺得這款遊戲 真的不用刷手抽你也不用去幹嘛 你就是努力趕快 就是你找完一定會比較 吃香一點點 就是趕快玩就對了喔 拿到最棒的地圖了好不好 看來這個半夜是真的 還蠻好運的說真的 那我們最近的話就能讓可以再看 這個就是 遊爪團喔 那個遊藝團到底好不好用 目前來說我覺得那個古代兵器來說的話 真的還是 地底專我覺得就是 最最舒服吧 我覺得那個地底專還是 就是 最最好用的 畢竟他是可以佔點 然後其他古代兵器 大家說那個就是戰船嘛 就是輸出很高 但我其實也是很少用他 因為我自己的話 最常用的那個進化boost 就是小英跟那個 初號機的 基本上這兩隻好像就還蠻夠的 然後再加一下就是我們那個 地底專 其實好像就 不用太多隻這樣 好大家一起前往天堂 這個最近的話都可以刷一下 因為刷一下你可以拿到聖水 又可以拿到這個完美的地圖 然後你又可以拿這個聖水去抽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全新的小丑貓啊 或是我們之前那個 虛魔貓讓他等級往上升 反正角色等級往上升都不是個壞事嘛 因為最近有很多就是 神奇虛寶技啊 或是我們就是那個地底的探險 那些都是需要就是 蠻多一些其他的貓貓的 所以都還算是 蠻可以去運用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換我們5點半的影片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半夜抽抽時間有沒有好運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好運好像 真的還不錯喔 呵呵